历史世界频道 以色列独立宣言 以色列独立宣言正式名称 以色列国建国宣言 于1948年5月14日 西伯来历5708年1月5日 英国对巴勒斯坦地区托管旗的最后一日通过 是新犹太民族国家以色列正式成立的官方文件 该地区于1920年开始由英国管制 历史上曾经是以色列王国 由大王国和罗马帝国犹太行省的所在地 每年以色列人据西伯来历纪念该事件 将该日作为国庆日并称作独立日 而巴勒斯坦人将每年的5月15日称为灾难日 因几十万巴勒斯坦人 与以色列独立后因战乱逃离 即被犹太组织赶出家园之故 以色列国曾被称为是第三犹太国 第一犹太国只被新巴比伦王国 摧毁圣殿以前的犹大王国 第二犹太国只被罗马帝国第二次摧毁圣殿以前的国家 1948年5月14日 在特拉维夫的艺术博物馆 犹太全国议会集会宣读了 以色列国独立宣言 并得到一致通过 1948年5月15日清晨临时 英国终止对巴勒斯坦地区的托管 在1947年11月29日 冰岛代表主持联合国大会 且通过成立以色列国的联合国大会 181号决议 5月12日 犹太全国议会召开 决定是接受美国的休战协议 还是宣布成立以色列国 最终以6比4票通过成立以色列国的决议 以色列国在宣布后的11分钟 即或美国在事实上承认 法律上的承认则在次年1月31日 三日后苏联也正式承认以色列国 但许多国家反对 尤其是阿拉伯国家 他们认为新的以色列国卿占了阿拉伯土地 宣言先以阐述联合国决议的形式开头 然后解释建国原因 宣称犹太人和国家独立的权利 最后阐明新国家的性质和组成 感谢你收听 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要立即加入我们的脸书社群 一起讨论历史哦 感谢你收听